今天我們要來做蔥花捲 準備的材料爐上中筋麵粉500g 酵母5g 水250g 糖10g 油20g 蔥花一碗 白胡椒粉適量 五香粉適量 五香粉可以省略喔 首先拿一個盆子倒入水以及酵母攪拌一下 接著倒入糖以及麵粉 快速的攪拌一下 接著用手揉麵團至不黏手也不黏盆的狀態 讓麵團鬆弛10分鐘 10分鐘後把麵團移到墊子上 記得撒上一些麵粉防沾喔 接著把麵團擀成方形 完成後把油倒在擀平的麵團上刷均勻 撒上大量的蔥花 撒上大量的蔥花 接著撒上五香粉及白胡椒粉 五香粉可以省略喔 把麵皮捲起來 把麵皮捲起來成長條狀 捲起來後記得稍微壓一下 切小塊每塊寬約3-4公分 拿兩個小塊疊在一起 用筷子從中間壓一下 接著稍微的拉長 用筷子當輔助轉一圈 不同角度再看一次 不同角度再看一次 完成後放到溫暖的地方發酵30分鐘 最後蒸10-15分鐘 如果用電鍋就是外鍋一杯水等開關跳起即可 蔥花捲就完成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